你想亲眼看见他死 你想怎么样 我只想你跟我走 静索 你 我很好奇 是什么事 让你这么心思反复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大白天的 你竟然私闯皇宫 你可知罪 我在大周朝 有世息的爵位 怎么 就不能来皇宫吗 还有 刚才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 是什么事 让你这么心思反复 跟你没关系 也许 你的心事是与我无关 但你的人 却与我有关 你可记得 你我还有婚约 我是不忍心眼睁睁 看着你做皇上的 世善工人 我是来带你走的 自从灵霄阁点火开始 我跟你 已经毫无瓜葛了 毫无瓜葛 如果不是我在灵霄阁外 留一条出路 你以为你可以活到今日 还是 你已经亲信与宇文雍 想与我早点撇清关系 我现在 只想待在皇上身边 其他的事 我早已不放在心上 你甘愿死在皇上身边 也不愿跟我走 死 我原情所还真没想过 而且我也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你还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你的小春城 过你的清闲日子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若我这河水 还就妖妄犯下你这井水呢 总要让你的未婚夫把话说完吧 若我可以打破朝政僵局 助皇上和宇文雍脱困呢 你 对 我 我拥有世袭的周朝爵位 朝中大臣都与小春城有名案往来 若我振臂一呼 引领诸位大臣在朝堂发愿 支持皇上 势必会打破僵局 救皇上于水火 你又在耍什么花样 宇文户 权卿朝野 别人巴不得去巴结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要你肯跟我走 遵守诺言 成为小春城的城主夫人 我没什么做不到的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诸葛吴雪 言出必行 你大可放心 我 怎么 我开除的条件 还不够让你东西吗 还是 你根本就不想遵守诺言 与我在小春城白头偕老 你 怎么 我诸葛吴雪千里迢迢 从小春城赶到长安城 冒险潜入皇宫 对你还不够情深吗 我哪里比不上宇文雍 宇文雍可从来都没有 对我提过条件而字 好 既然是条件 我就要个结果 我要想一想 朝中行事 刻不容缓 你还是早做决断为好 皇上 先喝杯茶吧 你的身子刚好 应该多休息才是 不过 朕 不知道还有多少 清闲日子可过 还是多看些奏章 多知些民情吧 宇文户全清朝义 这些奏章当中 不知道有多少是实话 又有多少 是奉命宇文户而受益的 我大周朝廷 自然有不少臣子 屈服于宇文户 但是依朕看来 也有不少仁义忠诚之事 对于忠诚之事 善加利用 对屈从之人 道之以成 劝之以善 他们会不顾一己安危 对朝廷赤胆忠心的 那皇上觉得 诸葛家族怎么样 诸葛家族 诸葛家族 虽身处小春城 以安然自居为家训 可世代承袭爵位 势力遍及朝野 不可小觑 假如 那诸葛无血 朕必一挥 可否帮助皇上 摆脱困境 清索 诸葛家族一争一邪 多年以来 久居边境 与大周齐国 皆有勾连 你怎么会想起 让诸葛无血 参与国事呢 我是觉得 皇上现如今 深陷泥沼 而宇文雍 又处处受到牵制 现在应该找一个契机 打破僵局才是 病急乱投医 清索 四弟为了救你 出小春城 费尽心机 万万不可作茧自负 朕知道 你与诸葛无血之间 有些纠葛 别说朕素不信任 诸葛家族 就算诸葛无血 履行诺言 朕也不会拿你去换 皇上 记住 情爱 不是用来交换的 若因朕之困境 玷污了清索的情爱 那朕不单是对不起你 更是对不起四弟 朕永远都不会安心 皇上 你跟四弟幸福了 朕就开心了 清索 你要问问自己的心 什么是值得的 什么是不值得的 嗯 皇上的话 我记下了 我会再想办法 帮助皇上摆脱困境 而我 绝对不会再用自己 去换任何东西 你怎么来了 我来要你的答案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回小春城 你真的想好了吗 当然想好了 你宁愿死在皇宫里 也不肯跟我走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那宇文玉呢 你想亲眼看见她死 你想怎么样 我只想你跟我走 我自然会兑现我的诺言 帮助皇上脱困 皇上说得对 情爱 是不能用来交换的 诸葛城主要是有心 可以助皇上一臂之力 若是城主无心 就算是把我的人带走 可我的心 还是留在长安城里 如此强求 城主觉得 有意思吗 我诸葛无血 为你做了这么多 就不能让你 有一丁点的感动吗 诸葛城主 谢谢你 你的心里 装的是高长弓 还是宇文雍 我的心里 装得自然是我自己 倒是城主 应该平心静气地 好好想想 你的心 要的究竟是什么 诸葛城主对我 当真是真心的吗 元清索 你会后悔的 对我 你会想看你 对我 好 你会想看你 我 我 你会想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